5月27日 股市中政治因素仅会影响鸿海短线股价 作者,A大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5月底鸿海会股东会 6月初有台北国际电脑展 6月5日会开5月年增两成的营收 6月中有苹果WWDC大会 现在股票都落在三大法人手上 所以随便找一点利多就是能持续地向上拉抬 现在鸿海的股价就是涨多跌少 然后持续地向上突破 在上涨的过程中会持续地换手 之前大摩、瑞银、霸国新叶、富邦、远富、凯基 永丰金等第一波主力做多外资群及内资在卖时 就会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出来呛声 说我是不是买了太多 所以无视主力做多外资群及内资卖超 这种小菜额就是没有基本面、产业面 把人心里面、散户心里面的底子 明明鸿海净值112.86元 未来有AI伺服器、GB200 AI产业可以年负成长到2031年 这基本面及产业面已经摆在那了 重点是一开始三大法人近来是为了炒GB200 结果GB200营收连根毛都还没有看到 结果就有人觉得已经炒作完了 天底下哪有这种事 从法人心里面及散户心里面的角度来看 散户要中毛定效应还需要一段时间 现在距离三大法人布局的成本还是太近 所以三大法人卖掉铁定是赚不到钱的 重点是流动的股票都在三大法人手上 他们只要不要把手上的股票拿出来放在上面档单 也不要拿出来卖 只要轻轻地买个1万张、2万张 鸿海股价就很容易地上涨 所以对三大法人来说自然就是继续地向上拉离开自己的成本区间 三大法人慢慢地一边洗盘一边拉抬 现在股价已经拉离开来他们的成本区间了 对三大法人来说 目前伪创股价净值比3倍 广达股价净值比6.5倍就摆在那 他们是可以利用这个锚点把鸿海股价拉到股价净值比3到6倍 然后在3到6倍之间整理 时间只要一拉长 慢慢地散户成本就会落在月线 即限及半年线 大部分大型全职股想要出货都是这样玩的 现在AI产业的行情太大 你叫三大法人赚个几元 十几元就放掉AI百年大行情 我个人觉得他们应该是舍不得的 大家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如果你是三大法人 股价涨到184元时你把股票卖掉 卖到完后大概能平均卖在160元 你的成本大概在140到150元左右 这样能赚10到20元 结果你把股票卖掉后 每一个月鸿海的营收年增两成 每一季的财报都三绿三升 接下来几年营收及获利都是这样大幅度的成长 你赚个10到20元卖掉后 后面还有一堆好消息 那你不如就是让获利奔跑 看到利多集体财时就向上拉抬一下 平常遇到一些利空时就互盘一下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鸿海的股价就越来越高 这样你才能赚到一整段AI百年大行情 大家按赞并留言 AI百年大行情绪行力强 股价除非过度疯狂 不然就不要预设高点 让获利持续地奔跑 今天鸿海中的主力做多外资群大膜 小膜 瑞银在鸿海中成交了超过三分之一的量 目前鸿海中买最多的就是大膜及小膜 大概就是买了近30万张 等于是大膜及小膜买了鸿海中很多流动筹码 当主力做多外资群想要短线偏多 那鸿海的股价一定就是会表现得比较强势 上星期富邦回补了手上空单 今天一早就先在上涨3到5元卖出 以为这样就能赚到差价 结果被狠角色的大膜 小膜及瑞银联手打到怀疑人生 上星期四及星期五两天 中国在台湾外海做了军演 很多散户会害怕这种政治面的风险 所以就算会打开出第一季亮眼的财报 第二季好的展望 很多散户还是把手上的股票卖给了外资群 这就使得两天下来外资群合计买超鸿海3万多张 今天没有中国军演的影响 三大法人轻轻买了1万张 鸿海股价上涨9元 收在185元 记得五年前我说鸿海200元时 很多散户觉得这就是笑话 但如果你把鸿海近五年配出的4元 4.2元 4元 5.2元 5.3元算进来 合计能拿到22.7元 加上今天收在185元 鸿海的股价已经来到207.7元 之前有一些人觉得鸿海300就是随便喊喊 但鸿海涨到185元后 很多人忽然觉得鸿海300元并没有这么困难了 会这样的道理很好懂 因为鸿海AI伺服器逐迹会成长 只比200接下来会大量出货 这些力多一个一个实现时 三大法人就会持续地去拉抬股价 以伪创股价净值比3倍 广达股价净值比6.5倍 鸿海股价净值比只要3倍 鸿海股价就会有330元了 现在大部分的散户会想 难道鸿海连一家三流的AI概念股都不如吗 当大家这样想时 那鸿海300元以上就会变得简单很多 目前鸿海产生了很多和AI相关的题材 例如AI伺服器 AIPC AI手机 AI电动车 AI机器人 鸿海是ICT的王者 也是伺服器的王者 当然加上AI最强大脑后 鸿海依旧是王者 鸿海在2019年就提出AI 5G 机器人 电动车 所以和一些称题材的公司是不一样的 之前市场在朝而线及三线的AI概念股时 一直在那吹那些公司很厉害 现在鸿海股价涨上来后 大部分的分析师 外资 主力 内资 投信 甚至是投机客 短线客等 他们才愿意和你说实话 我在鸿海股价100元时 就一直和大家说鸿海才是最有潜力 成为AI伺服器龙头的公司 而且之前我也说鸿海接下来会有AI伺服器 AIPC AI手机 AI电动车 AI机器人的题材 这些题材连着打 那鸿海就能产生出极大的本梦笔 之前鸿海之所以股价在净值附近 那是因为大部分的投资者及法人认为鸿海是老人故 现在鸿海有这么多的题材后 之后就能一直拿这些题材吵着美梦 这刚好可以中和一下之前投资人极度看鸿海产生的世界八大奇景委屈价 大家会发觉市场把鸿海所有的题材都吵一轮后 股价就会变成合理价 只曾是极度看衰 现在是极度看好 有着美梦无限好 最近市场开始在炒作AIPC及人形机器人的题材 这两项鸿海刚好都有 记得之前刘董提出的F3.0 转型升级 包括未来产业电动车 数位健康 机器人 核心技术的半导体 5G及AI 最近鸿海这一波是在涨AI伺服器 也就是GB200 接下来鸿海还有AIPC AI手机 AI机器人 这些本梦笔不会比AI伺服器小 之前我就说过了 AI可以看成一个最强大脑 你可以把这个最强大脑放到任何的产品中 想要卖手机 电脑 笔电 平板 眼镜 电动车 机器人等的商品 他们自然会把AI和他们的产品结合 只要AI这个应用多吸引人 搭配到就有的电子产品 这就能产生出新的换机潮 看一下辉达下面这一段话 用于汽车业的影音AI模型 也逐渐成为辉达晶片需求的一大驱动力 辉达财务长科磊斯日前说 特斯拉已将启用于AI训练的处理器集群 扩大到约3.5万组AG白晶片 以实现自动驾驶 他说 汽车业有望成为今年挥达资料中心业务中 规模最大的企业垂直市场 做电动车的公司自然也是想要吃到AI产业这一块大饼 所以他们会想办法把AI和自己家的产品结合在一起 电动车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自动驾驶一直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AI帮你开车 如果车祸那算谁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自动驾驶都不敢说自己是全自动驾驶 因为出了事如果读车厂负责 那真的就是没事找事做 光赔每年车祸的钱可能就赔不完了 不过也许未来可以保一个自动驾驶线 就是让AI开车 如果不是人为因素 那就是由这一些保险来赔 这样卖车的公司顺便卖个保险 就是大部分的AI自动驾驶没有问题 就少数的AI电动车有问题 那就是拿大部分人的保费去赔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股市中政治因素仅会影响鸿海短线股价 2.台积电今年盖期做新厂3奈米公布应求 3.AI教父黄仁勋来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了 今天外资群买超台股33.91亿 投信买超台股21.03亿 自营商买超台股69.17亿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台股124.11亿 外资群期货增加895口 期货留仓空单9297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空单4296口 今天台股成交4889.99亿 上涨238.43点 涨幅1.11% 收在21803.77点 电子上涨15.02点 涨幅1.32% 收在1155.11点 金融上涨9.01点 涨幅0.46% 收在1950.67点 鸿海主力筹码分析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瑞银 买了6644张 第二名的是永丰金 买了4940张 第三名的是大和国泰 买了1669张 第四名的是港麦格力 买了1431张 第五名是康和 买了1097张 今日卖超 第一名的港商法新 卖了2384张 第二名的是元大 买了1827张 第三名的是台湾摩根 卖了1524张 第四名是元大台北 卖了1058张 第五名的是凯基台北 卖了687张 上星期五富邦回补在176元 结果今天又完当充赔694万 富邦真的也是很搞笑的内资 他是觉得之前赚太多钱 想要吐一点回来吗 今天富邦的钱就被小摩赚走 我之前有和大家说过 当某个主力或外资把股票卖了后 他手上股票变少 他短线就会变得很难玩 我这样说好了 如果我买了10万张 你卖了10万张 结果你和我两个玩短线 如果我10万张不要卖的话 那股票会涨的几率很大 如果我卖掉的话 股价会跌的几率很大 短线又是一买即一买的交易 大家看大摩 小摩及瑞银 今天当冲都是赚钱的 这三家买即卖的量就有45184张了 今天鸿海成交113849张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量都是大摩 小摩及瑞银当冲出来的 富邦才买即卖2000多张 所以就只能被当肥羊来杀了 今天富邦是被大摩 小摩及瑞银玩弄 故意让富邦回补在185元 最近港商法新有在出货的现象 不过就是把股票卖给了第四波做多的大和国泰 港卖格力 花旗环球 台湾汇利 之前我说过 一定要让外资群彼此买来卖去 这样买到的外资群才会自己的股价自己拉台及护盘 富邦这几几天完美的权益了短线世界的残酷 一开始内资大买鸿海时 因为外资群手上没有股票 所以会被那资玩弄假的 后面外资群买了一堆股票后 外资群对鸿海的股价就变得有掌控权 所以大家就会发觉这些内资开始被外资群垫 今天鸿海成交115223张 股价上涨9元 收在185元 外资群买超6174张 投信买超1819张 自营商买超2414张 三大法人买超10408张 今天三大法人只买了10408张而已 结果股价就上涨了9元 其实会这样的原因在于星期四及星期五两天 三大法人买了鸿海5万多张 受到中国在台湾外海军演的缘故 所以股价仅上涨了7元 之前我就说过 富邦之所以要在星期五最后一笔买4000多张回补空单 那是因为他知道中国在台湾外海军演两天鸿海股价都能上涨了 他认为今天鸿海股价会上涨的几率很大 真的被富邦猜对了 不过富邦太小看鸿海的气势了 富邦今天在179元到181元卖2000多张 又在181.5元到185元买回2000多张 妥妥就是杀低在追高 不过富邦会赔钱也怪不得他 今天主力做多的外资群大磨 小摩及瑞银三家就成交了今天总成交量的三分之一 所以富邦会被大磨 小摩及瑞银正是很正常的 很多主力 内资很搞笑赚了钱后还要回头踹一脚 这到底是什么心态 最终就是被狠狠的教训 大摩小摩瑞银买这么多股票 至少就是买了三十几万张 结果内资卖完后还妄想踹鸿海一脚 你想要去挡外资群财路 那外资群当然就是集合起来让你难看 鸿海股价在2021年中到2024年2月 一直在106元左右整理 对一些没有耐心及想要投机的人来说 那就是非常的痛苦 因为他们想要快速的赚到差价 如果同一时间你把钱拿去玩指数 然后在指数中买来卖去 我敢说九成以上的人报酬率一定都会输鸿海的 很多价值投资人在鸿海股价106元的过程中薪资 奖金 股息 个人信贷 股票执借 理财型房贷在投入 本来就是想要稳中求胜 用金融负债加大自己报酬率 本来每年赚10% 加了五成的杠杆就是赚15% 加了一倍杠杆就是赚20% 鸿海在2024年2月之前 股价简直就是一条直线 每天股价波动都在正负0.5元左右 还很常收在平盘 正负1元就很少见了 一年中正负个4.5元也没有几次 以我个人来说就是持续的负利在投入 我记得去年领到股息时我眼睛闭着就买 买在110.5元 后面持续再加码买在108.5元 那时有一些人看到鸿海股价跌到105元 100元甚至94元 就会觉得我买高了 我那时就和大家说 几年后你一定会觉得我买这个价格是超级甜美价 结果一年不到 现在鸿海股价已经185元了 目前给你买到110.5元的话 你觉得这个价位甜不甜呢 我在2019年到2020时也说过一样的话 我在78元买到时也是有人笑买到韭菜价 我那时就不懂了 鸿海净值83元 一年赚8元多 为啥买到78元会觉得是韭菜价 我在2019到2020年之间 从67.5元到92元都有买过 2019年的年限就是76元 2020年的年限78元 我不觉得成本就是差不多在年限 现在你回头看 是不是觉得是超级甜美价 那时我就和大家说 市场不要股价和净值之间的差价 也就是76元到83元之间的7元 还有鸿海每年能增金白银赚的资产10% 5年后至少能赚50元 这时会有人说 一年赚8元 为什么5年能赚50元 道理也很好懂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了 鸿海赚8元配4元 剩下的4元流到净值中 鸿海只要获利能力不变 拿着这4元去创造一样的获利 那随着鸿海的净值越来越高 公司的获利也会越来越高 这也是为什么近三年鸿海每年获利都有10元以上 因为鸿海的净值提升到100元以上了 接下来AI产业大爆发 鸿海能赚到更多的钱 然后一半配出来 另一半留在公司中 这样就能赚到更多的钱 所以我说2028年鸿海一年赚到20元 你都不用觉得惊讶 因为鸿海已经找到成长动能了 AI、5G、电动车、机器人、数位健康、半导体等 这足以支撑鸿海接下来20年的成长 所以接下来鸿海新增的净值就能得到相对应的获利 现在市场开始在海鸿海股价一个公道 我说过 大盘净值比在2.5倍 鸿海是台股第二大全值股 没有理由鸿海股价净值比仅有1.6倍 最近大家看鸿海股价涨很凶 其实单纯就是鸿海之前股价太委屈 之前我就一直和大家说鸿海股价是世界八大奇景般的委屈 我都讲了5年了 一年后股价开始上涨也才还会一些公道 就有一些散户觉得涨很多 然后就开始在那放空 之前我也和大家说 鸿海股价涨到150元以上就会有理性的人进来放空 这些就是为来帮助鸿海股价上200元以上的助力 大家看到一早鸿海股价的走势后 应该就能理解为什么短线的富邦会在上星期五最后一笔买最高176元 还有在175及175.5元买 会这样的道理很豪动 因为星期四及星期五两天是中国在台湾外海军演 结果鸿海连续两天都是上涨 一天上涨4元 另一天上涨了3元 两天合计上涨7元 之所以鸿海会上涨的原因是 挥达在星期四一早公布第一季亮眼的财报 顺便也公布了第二季优于预期的展望 并且破除市场说GB200会延后的谣言 不但GB200不会延后 还会变提前 还有市场本来担心GB200新一代AI伺服器出来之前 旧的AI晶片会卖不好 结果挥达说旧的也公布应求 鸿海是GB200的主力供货商 加上鸿海目标AI伺服器的四成市场 所以挥达第一季营收优于市场预期 代表第二季鸿海的AI伺服器代工就会变多 挥达第二季展望优于预期 代表第三季鸿海的代工生意就能得到更多的营收 对外资群来说 GB200提前的消息是远重要于中国在台湾外海军演 在中国军演的两天中 还有一些散户会卖 当中国军演结束后 那鸿海股价岂不飞上天 以富邦在星期五追在175到176元 尤其是在最后一笔追在最高价176元 今天鸿海开盘的走势来说 富邦这样做就是明智之举 因为他知道GB200提前的利多被中国军演习世 他还怕星期一鸿海股价直接原地起飞 鸿海股价确实一早就出现原地起飞 之前我也和大家说过了 GB200提前是实实在在的产业面利多 一定是会比中国在台湾外海军演影响力更大 中国在台湾外海军演影响的警示心里面 这就是比较偏短线的因素 当短线的政治因素结束后 公司股价就会开始回归基本面及产业面 以目前鸿海的情况来说 未来有好的基本面及产业面摆在那 短线又有三大法人筹码面 技术面加持 我之前和大家说过 一开始三大法人在拿20年的获利时你进来买 这时反而是最安全的 未来20年获利被拿得差不多时 三大法人会在上面打一个锚点 然后在上面整理很长一段时间 大部分的散户就会在那个整理区间被拐进来 大家看到鸿海的股价逐渐地离开三大法人的成本区间 这就是我说的三大法人一开始成本在120到136元 那时有人说150元是高点 真的就是爱说笑 后面三大法人经过了洗盘及第二波 第三波 第四波做多主力进来后 成本提高到140到150元 这时你和我说160到170元会是高点 真的是说来给我笑的 三大法人想要赚钱 一定就是要先布局低成本库存 然后慢慢地把股价拉上去 而且上涨的时间要稍微长一些 这样散户才会中了锚定效应 以伪创极广达的经验来说 三大法人是赚了一两倍的差价 鸿海就算不赚两倍差价 至少三大法人目标也该是一倍 不然真的就是对不起AI百年大行情 新闻说 台积电今年盖7座新厂 3奈米公布应求 南京厂扩增28奈米产能 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23日举行技术论坛台湾场次 台南18B资深厂长黄国元也说明了台积电目前在台湾 甚至是全球的布局 今年预计新建7座新厂 其中有3座是晶圆厂 2座是封测厂 另外2座位在海外 此外 台积电也证实 美国商务部近日已核发 今认证终端用户 代表台积电在中国南京的28奈米晶圆厂有望维持 论坛上也指出 台积电会持续扩增28奈米制程产能 黄国元的演讲主题聚焦在台积电的制造进度 分别为产能的扩充与新厂建制 先进制程进度 以及在全球据点所使用的技术等 还有先进封装与测试的进展 先进制程产能部分 黄国元强调 台积电的使命就是要成为大家最值得信赖的逻辑技术与产能提供者 过去4年间 先进制程产能年复合成长率达20%以上 并拥有非常好的良率 受惠于高效能运算 HPC 与智慧型手机的需求 今年3奈米产能就比去年成长三倍 但仍供不应求 台积电仍在努力满足客户需求 并提及台积电3奈米从去年开始量产开始 展现非常好的良率 与4奈米表现几乎一样 扩产方面 台积电从2017年至2019年几乎是每年该二座新厂 2020年至2023年是平均每年5座新厂 今年增加到7个新厂 包括台湾二座2奈米的晶圆厂 分别是新竹的20厂与高雄的22厂 预计明年开始量产 并在台中 加一二座先进封装厂 台中的AP5预计明年开始量产 加一AP7则是预计2026年量产 分别生产扣OS SoIC 海外投资方面 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预计新建二座晶圆厂 第一座厂的4奈米产能预计明年量产 第二座晶圆厂所使用的先进制程预计2028年量产 以及在日本雄本第一厂晶圆量产 预计新建的第二座先晶圆厂 预计2027年量产 在德国德勒斯登场今年第四季动工 2027年量产 中国南京16厂持续扩充28奈米产能 黄远国表示 因应AI强劲需求 2022年至2026年系统单晶片 SoIC 产能年复合成长率预计超过100% 扣OS先进封装产能年复合成长率 则适于60% 台积电也说明 美国商务部近日合发的B授权 取代美国商务部 自2022年10月合发的临时书面授权 为增加新的权限 而是重新确认先前美国所限制的物品与服务 供应商也不需要个别取得许可证 确保台积电南京厂可以长期稳定营运 A大回答 台积电盖了7座厂产能还不够 大家就知道AI产业有多旺了 台积电盖越多厂 辉达的AI晶片卖越多 鸿海拿到4成的市场后营收也越高 现在对三大法人来说 鸿海的GB200是比较确定的案子 但台积电之后盖的厂 一定就是会用于新的AI产品 台积电盖越多厂 代表之后的营收会越高 AI晶圆卖的就更多 对鸿海这种龙头来说 辉达 台积电越好 鸿海自然也是越好的 这时会有人说 那广达 伟创 英业达 韦影呢 一开始蓝海其所有的AI概念股都会很不错 但二线及三线的股价已经获利被拿走20年了 大家应该有发觉鸿海股价一直金金涨 会这样的道理也很好动 二线及三线的获利都被拿走20年了 鸿海是最有潜力成为未来AI伺服器的龙头 结果获利才被拿走5到6年 很多法人 主力 外资群也不是傻瓜 他们自然就是会积极地买进鸿海 大家有看到伟创股价一直就是在110元附近整理 一来是伟创被五毛仔盯上了 二来是伟创的未来获利已经被拿走20年 伟创一开始能一起吃到3到5年的蓝海其我幸 你和我说5到10年的成长期 10到20年的稳定及衰退其伟创还能吃到 那真的就是笑话了 大家有看到代工厂的ICT产业吧 你觉得伟创在手机打输鸿海 在伺服器打输鸿海 你觉得忽然伺服器前面加个AI 把CPU换成GPU 这样伟创就吃了大力丸了吗 当然就是不可能 这也是很多三大法人会进来买鸿海的原因 现在大家有共识地买鸿海 因为伟创 广达 英业达的股价已经被先炒起来了 想要买AI概念股的话 就只剩下鸿海相对安全 一开始鸿海股价在净值比1.5倍时 很多散户说上涨时再来追 嗯 现在就是上涨的时候 如果一开始在上涨时不敢追 非得等到一年或两年后股价净值比来到4.6倍时才追 那时你妥妥的就是韭菜了 当股价涨到股价净值比4.6倍后 那时三大法人演戏及耍花样就不是为了要吃货 而是为了要倒货 当初鸿海从105元爆量时我就和大家说过了 如果我是短线客的话 第一天爆量我就会买进一部分 第二天确定再爆量 我会全买 会这样的原因很好懂 因为最差三个月后会有一波除息前一波行情 每年鸿海都会有 股价至少是会涨到115-120元 105元追到的话 至少是会有10-15%的报酬 算是投机中比较保守的玩法 也是属于稳中求盛型的 如果你要等到132元时才买 这时你是多花一点差价 但你可以确定千张以上的超级大户买了60几万张 中时户级大户买了近10万张 这时筹码面就已经是很确定了 你多花了25元的差价确定三大法人都进来了 之前我说过 三大法人买了后 未来股价走势容易强势 毕竟自己的股价自己拉抬及护盘 接下来就是130-150元 我说这里就出现了AI百年大行情 市场确定要炒GB200 一开始爆量及三大法人买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这件事 就是会有一些产业界人士先知道的大买 那些人不是专业的炒股人士 所以大概涨到159元后 再跌到137.5元这一段就出去了 这时你进来买的话 就是用3-5年的时间赌AI百年大行情 最近鸿海股价涨到160元 170元 180元时 市场已经把鸿海未来的远景都造速你了 就是GB200能贡献几兆的营收 到2031年AI产业会有一兆美元的产值 其中有5000亿美元是硬体 也就是16兆左右 当越多消息出来 你越确定时 自然就是要多付一些获利当眼光费 不过现在买进还是属于理性时的相对低点 还是有很多散户不敢进来买 但大部分的散户敢进来买时 一定就是股价净值比3倍 4倍 甚至是5倍 然后向上打一个锚点 接下来股价修正一些后散户才会进来 新闻说 鸿海晋级AI机器人动起来 三路晋级全球商机 台北国际电脑站 Temputex 2024 6月4日至7日开展倒数 AI教父辉达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已提前来台 让AI人型机器人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据悉 鸿海集团已全面动起来 由母公司鸿海领军 旗下红准 华汉扮演双箭头 三路晋级全球AI人型机器人市场商机 辉达新平台问世后 让AI人型机器人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 擅长制造的台厂不落人后 开始积极布局相关市场 其中 鸿海3加3转型策略中 分别布局电动车 数位健康与机器人三大未来产业 可以看出鸿海集团非常看重 机器人产业未来的成长潜力 鸿海集团先前与日本软银合作 制造Peper人型机器人 并持续布局机器人软银提整和方案 例如旗下法博智能 FA Robot 就扮演关键角色 并推出自主移动机器人AMR软硬体方案 据悉 法博智能的机器人 已打进台湾最大化迁业者的工厂产线 并导入面板厂 海外市场也嵌入美西半导体厂 位于马来西亚的后段封装测试产线 此外 鸿海集团旗下大陆复制康子公司 富泰经精密电子 北京 在去年4月下旬时 就投资入谷杨沙克智能科技 间接布局AI演算法和特种智慧巡检机器人 根据财报显示 目前鸿海在大陆投资机器人项目对象 包括达踏 上海冰通智能科技 成都女娲创造科技等 另外 旗下工业复联也曾于2022年加码投资40机器人 并于同年12月上旬在浙江绍兴成立复联卓越科技公司 深耕机器人关键零配件 本体 系统等项目 鸿海旗下机壳大厂鸿准也积极布局人型机器人市场 鸿准在今年股东会至股东报告书中强调 未来将投入资本在新的目标领域 包含机器人与人工智能 AI 目前正针对机器人的精进材料应用与表面处理等相关技术进行研发 期盼能掌握市场先机 据悉 鸿准过去曾负责制造 组装鸿海自用的Foxbot机器人 具有量产经验 成为鸿海集团抢供机器人商机的极先锋 未来也很有机会切入AI人型机器人领域 化汉主要以机器视觉应用在AI机器人为主 如移动机器人AMR、人型机器人、协作机器人及工业机器人 化汉旗下超恩也推出AMR自主移动机器人解决方案 专注人工智慧高效能机器视觉运算主机开发设计 新闻说 AI教父黄仁勋来了预期将私下拜会台机 鸿海、广达高层、台北国际电脑站 Temputex 2024 将在6月4日至7日开展 徽达、NVIDIA、执行长黄仁勋26日提前抵台 消息人士透露 黄仁勋此行除参加台北国际电脑站之外 还将密仿供应链与故庄 30日先设宴款待合作伙伴 预料鸿海、广达、台积电等都是做上宾 并将私下拜会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及总裁魏哲家 也会特别安排与鸿海董事长刘杨伟开会 之后并与广达集团高层见面 黄仁勋与夫人Laurie Huang搭乘专机昨晚六时许入境台湾 现场不少民众目睹并高喊AI教父来了 纷纷拿起手机拍照 辉达和台积电合作紧密 目前辉达所有AI晶片都由台积电独家代工 黄仁勋更与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交情深厚 消息人士透露 黄仁勋此次台湾行 台积电势必是黄仁勋拜访重点 张忠谋将再次邀约黄仁参加家宴 魏哲家也将自欧洲返台赴宴 对于相关传闻 台积电24日部评论该议题 红海线为辉达 地表最强AI晶片GB200AI伺服器重要代工伙伴 据悉 黄仁勋6月3日将与刘洋伟开会 讨论两家公司合作与发展细节 并在6月6日现身红海摊位 刘洋伟亲自接待 业界人士分析 黄仁勋与刘洋伟私下开会 还公开出席红海摊位力挺 足见红海在AI伺服器的龙头地位深受辉达肯定 红海不回应相关传闻 刘洋伟先前曾预告 红海集团携手辉达快工AI 上半年就可看到双方在AI工厂 AI智慧制造 AI智慧电动车等三大平台合作的进展 据悉 这次台北国际电脑展中 红海与辉达将释出双方合作进度细节 市场并息一呆 红海在本届台北国际电脑展人气超旺 不仅黄仁勋积极拜访 此次来台参加大展的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 超伟 AMD 执行长苏兹峰 也都规划到红海的摊位参观 传出由红海旗下工业复联 FII 董事长郑洪梦与工业复联技术长周太育接待 黄仁勋此行也传出将拜访广达集团高层 为尚未获得证实 A大回答 三月底流动就有说过下面的话 红海董事长刘洋伟与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一同参观红海在GTC2024两个展区 刘洋伟透露 接下来与辉达有一部分合作可能在Computex展出 这会是一个梗 还是由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来讲会比较好 之前刘董就已经埋了伏笔了 说红海及辉达会在Computex展出新的合作方案 对短线课 投机课 当冲课 法人 主力 外资群来说 有题材就能炒作 尤其股票都在他们手上的情况 当红海股价净值比来到1.5倍以上几股票都落在三大法人手上时 红海的股价很容易一言不合就表现得很强势 之前股票都落在散户手上时 一些散户每天就是在那低一点 在低一点 最终把一家有价值的公司搞到股价在净值下 当初我就说过了 不要天真的以为红海股价飙涨时散户抱得住 在红海没有上涨前 一些散户常常在那酸言酸欲 谩骂 怨天尤人 说别的AI概念股都涨一倍 两倍了 只有红海还趴在那 那时我就说过 一买一卖成交易 三大法人买的是散户买的 三大法人买的是散户买的 当红海股价飙涨上去时 只有少数的散户抱得住红海股票 如果你现在手上还有大量的红海股票 那恭喜你 你就是那少数能抱得住股票的人 大家也不用和我嘴硬 从3月到4月的一个月中 红海股价从100元涨到132元 就有12万个股东被洗出去 其中105元洗出去3万人 120元洗出去5万人 132元洗出去4万人 后面132到85元就没有再洗更多的散户出来 了不起就是有人看衰 有人看好 彼此就是抵消了人数增或减 三大法人就是一直的持有大量的流动股票 之前我说过 只要三大法人不把买到的股票卖出来 那红海的股价就是一涨难跌 三大法人随便用4月营收年增19%的消息 就能让红海股价上涨11.5元 之前红海股票都在散户手上时 红海连续5G三绿三升 散户就当成事实一样 好的营收及财报都是应该的 只要有一点点稍微不如预期的营收 财报或消息 散户就在那开始演内心戏 不然就是在那快逃 现在大部分的人看红海股价的走势 上星期四及星期五外资群大买了近5万张 星期一早上就气势如虹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了 接下来每一个月 每一季 红海的营收及财报一定都是年增级三绿三升的 过程中随便各股动会 Computex 红海科技日 苹果WWDC发表大会等 这一些全部都会是红海股价上涨的理由 新闻说 联发科传吸手辉达近级AIPC 开发安谋架构处理器 AIPC市场成长性看窍 联发科家族马力抢劲 传出将吸手AI晶片一格会打开发安谋架构的AIPC处理器 预计第三季完成设计定案 第四季进入验证 贷款新晶片要价高达300美元 联发科不仅借此和辉达合作在下一程 更将成为公司营运的第三只脚 为业绩增添强大动能 这是辉达与联发科首度在PC处理器领域合作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将于6月2日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开展前来台 有消息传出 联发科将在6月揭露与辉达合作的AIPC处理器细节 让黄仁勋此次台湾型更增添话题 业界看好 联发科与辉达强强联手 将为AIPC市场带来新气象 由于安谋架构晶片具有低功耗等特性 预料将再次掀起产业轰动 辉达与联发科已在车用领域有合作 透过晶片与AI的整合 从打造为软体定义汽车提供完整的智慧坐舱方案出发 抢攻智慧汽车市场庞大商机 这次与两强合作延伸至AIPC处理器 双方各自发挥优势 结合辉达强大的游戏图形处理器和AIGPU 搭配联发科的安谋架构设计能力 借此缩短处理器开发时程 并获得更轻薄设计的高能效AIPC处理器 据悉 双方合作的AIPC处理器 采用安谋架构设计 以台积电3nm制程生产 预计第三季完成设计定案 第四季进入验证 明年上半年量产 业界人士分析 AIPC渗透率将从2025年急速拉升 安谋架构的AIPC处理器因耗电较低 会是整个AIPC市场发展的关键成长引擎 估计渗透率从2024年的8%跳升至2025 2026年的30%与50% 联发科技及布局AI相关产品线 包括从手机系统单晶片当中的人工智慧处理器 甚至是以特殊应用晶片打进AI伺服器所需的网通市场 在AIPC研发上也加大力道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鸿海操作篇 各位贵宾 鸿海即将起飞 请确实记号宁丹全代 居好 旅行 旅行 想起飞 旅行 旅行 旅行